好 但也关心日前在士林的社子派出所对面是发生了一起抢案 当时一名女子就一个人在晚上6点多在这边等公车 而公车来了之后呢 她要上车的时候嫌犯就从后面出现 而她从后面出现之后就把她的脖子上的项链试图来抢走 最后这个项链是掉到地上了 嫌犯也跑掉了 因为她发现对方已经发现她的行踪 因此呢 她是赶紧来搭计程车逃逸 而事后呢 这名女子因为她赶着上班 她直到隔天才到派出所报案 而警方也在隔一天呢 就逮捕到这名嫌犯 发现呢 她当时是搭了计程车 直接往巴黎的方向来逃逸 最后呢 是在板桥的住家 板桥朋友的住家呢 将她来逮捕 而这名嫌犯呢 也被抢夺未遂罪 依送法办